切开牛排大快朵頤 知名连锁牛排店里常常是高棚满座 不过日前有民众拍下一段影片 说17号晚上8点多到桃园店用餐时 喝汤喝到一半 竟然从海鲜隔离汤里面捞出一支烟蒂 海鲜隔离汤变成了尼古丁家料汤 民众向店家反应时主管当下回复 表示工作人员在室内料理吧做料理 基本上不会抽烟 厂商当天有送食材 因此可能是厂商的问题 店家决定直接免单 民众则是看法不一 针对民众指控 业者强调开放式厨房不但禁烟 流程都可以检视 不明白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究竟这个烟蒂从哪里来 店家还要在查证了解 只是原本就不该出现的东西 竟然会出现在汤里面 真的会让人食不下咽 记者刘志掌过于轩 桃园采访报道